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拥抱彼此以前 为思念找到出口 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新加坡的时间是傍晚6点钟 在德国是早上11点钟 相差7个小时 我要通过视讯 跟一位在德国生活的新加坡人见个面 哈喽 美 你好 哈喽 你是在德国哪里 是德国的北部还是南部 南部 对 南部 比较靠近瑞士 那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欲伯林根 欲伯林根 许许多多的海外游子 与家人隔绝至今 有没有什么新加坡的东西是你特别想念的 嗯 我的父母 哈喽 哈喽 在过去找你之前 我会先去找你的父母亲 有没有什么想要跟他们说的 或者是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做的吗 以前我是在Tushinapolist area那带做工的嘛 所以每次午餐去Gimon Market那边吃 然后我会打包留恋给我的父母吃 假如你可以的话 就可以帮我买猫上碗给他们吃 好 我帮你做这件事情 谢谢 所以再过一些时间我就要过去德国找你了 去那边看看你的生活 好的 美儿牵肠挂肚的双亲都已迈入古西之年 父亲陈德泉七十四岁 母亲郑琼珠已已七十岁 而今家里就剩下老两口相互依靠 过着简单的退休生活 美儿牵个修举档 美儿牵领 好多久 你来不見美儿多久 多久了 两年了 我们有两年了 因为的COVID 美好帮我帮我带付一个给大家 大家 她在澳門 她想要重新跟你們 透過這個 她可以給我指定 我應該要帶這個給你 我們嘗試一下 一個給你 謝謝 那是一個驚訝 但那是一個驚訝 她不太惊喜, 她是Mau Sang Wang的 是Azeng的 她一直在买的 很价格,但价格的 乾杯 你记得如何是 当May first告诉你 她在旅程中移民去澳门? 在最終的日期,你必须遇上真正的真正的真正 只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 这两个儿子的父亲 应该有些年长的年长在英国 我告诉她 只要她有一个好友 担心是非常重要 而Tobyas是一个很担心的 她是一个很担心的 你认为她有某种困难 在选择从新加坡到新加坡 是的 她是吗 她没有说 但是你能感觉到 你能感觉到 她要离开新加坡 离开父母的朋友 朋友和钱好 钱好 我们其实很年长 对吗 所以现在他们离开 然后 我的儿子还没有来 可能是她的 可能是有点 困难 美儿的弟弟汉阳 十八年前就已经到澳洲定居 随着美儿一家也移居海外 这个家显得更安静了 但看着孩子雨衣丰满了 父母纵有不舍 也只能目送他们展翅高飞 平常的日子 梁老只能自行打发 过多的闲暇时光 你不是只是游戏 你只是游戏 但你只是游戏的游戏 不真的 你每次参加 你可能会有什么 不 你太游戏了 美儿的爸爸一直很热衷于 踢足球和跑步 也经常参加国内外的比赛 子女不在身边 运动更成了她的生活重心 然而去年11月 她因为腿部受伤 被迫暂停运动至今 我认识美儿会关心你的健康 你会告诉她这个 还是会保持她的 不 这类型的 我认识这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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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感觉很独立 我觉得她们的思想也非常的开明 感觉上就是让两个孩子 都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走的道路 美儿的妈妈则在疫情爆发不久之后 开始接触和谐粉彩 这门来自日本的粉彩指挥艺术 据说有疗愈作用 也总算让陈妈妈有了寄托 你有机会 还要试与我的父母 您做什么的 跟Nagomi 我认识这类型 也认识这类型 我认识这类型 就是 您想学习 这是当时的 我认识这类型 对他们 二年之后 没有见到父母 这需要重复 好 好 尤其是在这种程序 它们长得很快 这个是一种新鲜色的 很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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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们的孩子很可爱 所以我们很厉害 在这种程序 但是我说没有选择 很可愛 差不多了 我们已经不见了一样 所以想象一下 如果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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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一遍 我认为那些孩子 就不想要你咬他们 今天来找陈先生 陈太太的一个重要任务 就是要帮他们拍照 然后加以处理 希望最后的成品 能够给他们一个惊喜 这个概念是来自于 新加坡一位旅美摄影师 汪春龙的作品 我很欣赏它的风格 希望能够学到一丁点 今天一定要一切胜利 我将这些人移民到澳大 让它将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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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她进入住 可我让你再座一点 多久 一起搭拌 一 二 三 然后你为我说 max 一 二 三 max 好 太好了 我有一个空间 这看起来很好 临走前 陈妈妈委托我一个特别的任务 两年没见 无法摇记的关爱 都被陈妈妈画成了满桌的礼物 从录丹上的角落 我认为我可以带你一张照片 一张照片 在一个座场上 这就是一个另外一样吗 是的 她说她想要三个月 我买了六个月 这是什么妈妈做 请问三个月 给你六个月 所以我将这些都放在一个兴兵 然后托你每百个月 没有问题 好的 好吗 对 广告移到我 很帅 谢谢你让我相信 我将将这些东西放入我 谢谢大家 经过长途跋涉 我终于抵达了德国 并辗转来到了这个 对新加坡人异常陌生的城镇 这里仿佛是另一个世界 什么 Uberlingen 什么是 去年底 新加坡和德国终于开启了 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 我也得以踏上旅程 前往德国探访新加坡媳妇陈美儿 带着美儿父母的托付 我知道这是一趟漫长 却别具意义的旅程 新加坡没有直飞 德国于布林根的航班 我必须在法兰克福转机 到另一个城市 维特列港 然后再坐45分钟的车 才抵达余伯林根 经过了18个小时的飞天遁地 搭了两趟飞机 终于来到了新加坡人陈美儿 居住的地方 这里是德国南部 离首都伯林 大约600公里的一个小市镇 叫做余伯林根 现在室外气温是零下三度蛮冷的 我很想知道美儿她在想念家 想念爸妈的时候 会做些什么呢 余伯林根 位于德国巴登福腾堡州 是坐在波登湖北岸的一个市镇 这里的总面积大约有59平方公里 相等于三个淡宾尼市镇 你好 欢迎来 来吧 谢谢 这里是美儿的德国籍丈夫 Tobius的家乡 应该也是从新加坡来过来的 新加坡 对 这是我的同事 我离开的时候买给我的 对 只是新加坡 帮我去德国 故意要在家里有一些新加坡特色的 对 我第一年很想念家 走入跨国婚姻 似乎就注定会有许多取舍 而美儿生命中最重大的一个取舍 就是李家 2018年 她舍弃了新加坡的工作 告别了父母 搬到德国 展开了全职妈妈的生活 第一任务就是 把我的驾驶执照 convert to 德国的 因为我不可以待在家里 我会发疯 然后第二个就是 快点去找那个德语课程 旁晚的时候 孩子睡觉大概九点吧 我就开始读德语 到十二点 当你跟你的父母亲 讲说你要搬来这里 长处 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怎么样 他们就说 什么 乌伯林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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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 怎么念 对 他们就说在哪里 因为他们只知道 运营克 佛罕那些大城市 在这座只有两万人口的西方小镇 中餐厅寥寥无几 要找亚洲食材更是难上加难 但美儿并不气馁 她试着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一点一滴建构出故乡的样子 这个是我们的菜谱 三月 四月的时候 我们就会种我们喜欢吃的菜 因为这边 中国蔬菜很难找到 你种过哪一种菜 我种过小白菜 黄瓜 葱葱 葱葱 葱葱葱 去年我有种种葱葱 这个是你喜欢吃的 对 我很想吃菠菜 无法回家的日子 美儿把所有的思乡之情 全都寄托到食物之中 她经常烹煮家乡菜 既为了解馋 也希望通过这些味道 来维系孩子和新加坡的连结 好像只有这样 那些无处安放的思念 才有了出口 我会介绍他们 我喜欢吃东西 好像柠檬蛋糕 薄饼 我由他们释做 撒堤 他们喜欢吃 他们喜欢我就高兴 有没有家的味道 没有 我觉得有妈妈的味道 没有 因为是我妈妈的制作 我这样在家里会吃的 加上饭 小孩子就是喜欢吃这样 乳鸡 对吗 乳鸡 然后饭 你妈妈没有传授你几招 烹饪方面她的一些技巧 或是她的一些心 好像炒米粉的话 她讲不要一直这样炒 全部的米粉会断 用那个薄鸡酱 拉 好像在捞鱼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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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今 美儿还在丈夫的支持下 让儿子在课余时间上华文课 即使孩子只能说简单的词句 但听到熟悉的香音 已足以让美儿感到欣慰 可不可以请你自我介绍 我叫巴伟光 我最年 八岁 我喜欢看书 Josh 你能明白中国吗 一点点 你可以介绍自己 我的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等你 要到我间 我今年五岁 五岁 搬到德国后 美儿几乎把大部分的心思 都放在养育孩子身上 尽管适应的不错 浓浓的香愁 却始终牢牢的扎在心中 总在不经意之间 就刺痛了她 当时我们决定过来的时候 没有疫情嘛 我们就觉得很容易的嘛 十三个钟头 搭个飞机就到了 然后 我的父母 还是很健康嘛 所以还好 现在的疫情 哇 真的是两年多没有见面的 很辛苦 我发布下我的父母 我发布下我的父母 对 对 但是他们健康 所以我发布下我的手 让他们留在那里 身在异乡 语言的隔阂 食材的不变 美儿都能一一克服 我一克服不了的 是对父母的想念 还有亏欠 还好 美儿已经逐渐融入当地生活 甚至还有了自己的朋友圈 你好 你好 假如你讲说 十年前的话 你来宜布林根的话 很少看到 Asian 黑头发黄底肤 对 太奇特了 对 对 但如果你看到现在 你会看到很多 混合婚 对 然后人们 越来越国 所以我认为他们 现在比较欢迎 在新加坡 在新加坡 那时候 你在东方这里 有认识其他的新加坡人吗 除了Facebook 我认识了几个新加坡人 他们不是在Iberlingen but在附近 最巧的就是 那个住在Radovchell 他叫Stanley 聊到我的工作 然后他就讲说 等一下 他就把他的手提拿出来 我说 你是从这个社会 我说 等一下 我们已经在一起 我们曾经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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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 对 在2012年 对 新加坡没有碰过面 然后来到这边碰面 美很重要的是 她跟我讲 要融入这里的这个社会 是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的 你一定要学会讲德语 你才能够融入这里的环境 跟周围的人交流跟沟通 所以我很难想象 如果不是一个这么外向的人 这么热情的人 那会不会更难融入这里呢 沿着美儿提供的线索 我来到距离余伯林根 大约30公里外的小市镇 拉多尔夫才二 找到了他的朋友 荣耀祥 37岁的耀祥 是一家德国制药公司的 程序工程师 2018年 当老板要求他 到德国总公司上班 渴望外出闯荡的他 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还习惯吗 一个人住 其实我非常习惯 非常喜欢一个人住 来这边一定要懂得说德语 对不对 对 因为我不是住在大城市 所以很多人 他们有时候会讲英文 有时候他们也害羞 也不敢讲 你的德语书有好几本 我很新 因为我当初有读 但是之后 因为在公司上 都跟很多人有机会用德语讲话 所以其实那方面会比读书还更有效 身为家中独子 耀祥从小就习惯独来独往 也不是个特别练家的人 喜欢音乐了他 一有空就会创作 新生活带给他不少灵感 尤其出来乍到时 一切都特别新鲜有趣 因此即使孤身一人 他也总能自得其乐 在这里就是一整天 哇 很多机会 很多地方可以去 很多东西可以做 所以就没有什么想念家了 移居德国的耀祥 一步步靠近了自己的理想人生 然而就在2020年 一通来自家里的电话 却让一切有了变卦 那年三月 耀祥的妈妈郭美娇 诊断出癌症 可以 等下痛好像好很多了 吃那个Panadol 还是 我晚上睡觉吃摩氫 一开始 为了不想孩子千山万水地赶回来 他甚至想过要对儿子隐瞒病情 四月要开刀之前两个礼拜 他们就讲 你不可以不告诉你儿子 万一你有什么事情 那你的儿子会遗憾遗事 你懂吗 所以没有办法 我的主治医生告诉他 我叫他不用回来 结果他就悄悄回来 当我一听到这个 突然间这样发生 你可能会被震动一下 所以我突然间觉得 跟家庭一起能团聚的时间 要珍惜了 去年八月 妈妈的病情不幸恶化 医生判断 可能只剩下四到六个月的时间 得知消息后 药翔犹如掉入了无底深渊 当我知道我母亲的情况的时候 我想到那一天我会有种恐惧 又不能睡 又是一整天都在想这一点 她说她心痛我 可是其实我心痛她 我看她这样 我很心痛 这一集的当我们不在一起 我跨越了一万公里 从新加坡 来到德国的巴登福腾堡州 拜访了嫁给德国籍丈夫的陈美儿 三月 四月的时候 我们就会种我们喜欢吃的菜 因为这边 中国蔬菜才能找到 在这里 还有一位在药剂公司 当程序工程师的荣耀祥 在这里就是一整天 就是 哇 很多机会 很多地方可以去 很多东西可以做 所以就没有什么想念家了 游子最害怕的就是家人生病 性格内向的药翔 本来很享受海外的独居生活 但自从母亲患癌之后 她原本的乐观坚强 就全都瓦解了 头一个月的确是很难过 有时候尤其是在周末 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 会胡思乱想 有时候会恐惧 又担心 又伤心 又睡不着 有时候又失去了很多 喜欢做的东西 儿子不在身边 药翔的爸爸荣建伟 成了家中唯一的依靠 也是唯一的照护者 从妻子的起居饮食 到定期复诊 吃药 她都无微不至 就是珍希 常常陪她一起 她要去走公园就走公园 她要去她妈妈家 去她妈妈家 我担心我走了 我老东一个人 因为我老公也是很内心的 不跟人家沟通 我怕她一个人 会失智症 我就担心她的健康 对于中老 药翔的妈妈已经释怀 但她始终放心不下 她的丈夫和儿子 而她最不愿看到的 就是儿子为了她回国 放弃好不容易 才实现的梦想 很多母亲就想说 尤其是我妈妈说 一个儿子 你都舍得让他离开这么远 我说 孩子就是让他海阔天空 现在是可以自己探索 那我希望他在那边 他在那边会开心 我就开心了 早安 早安 今天早上吃什么 吃蠻甜的 妈妈的苦心 药翔不是不知道 但她有自己的想法 最终在公司的通融下 她得以每两个月 回新加坡居家办公 就近陪伴父母 对药翔而言 外面的世界再精彩 只有父母在的地方 才是家 我希望可以回来了 我也是担心 我也是担心 你这次回来机票多少钱 是一千七这样 一千七 一千七 不大喜欢用短讯来联络 每一天只要看到我 他们就可以了 其实我从新加坡 带了一份礼物过来给你 然后刚好也是一段视频 你父母亲拍的 这个视频叫做 为Stanley 要想 你从小是一个很乖巧 很聪明 很自律的儿子 那么我也是很开心 你八月回来的时候 陪了我两个月 陪我去看医生 还有就是 真的是很关心我 我的愿望就是 只要你开心 健康 没有健康就什么都不用谈 我是很简单的 就是希望她快点娶老婆 生个孩子 一男一女就最好了 我希望她在那边一切顺利 我们能好好地照顾自己的 我们都爱你 永远地爱你 你要照顾好你自己 你不用担心我们 我永远留你 那一段是 你没有看过你父母亲的样子 我父亲 好像 没有说过 I love you forever 我也是从小也是 没有跟我 我的父母亲说 我爱你 I love you 只是最近开始 觉得应该让他们知道 虽然有时候是 他们应该也是知道 但是 我也不要好像理所当然讲 Sanita现在在这里 可能也因为妈妈的病情 可能也因为 这世界的疫情 也可能是因为 两地的距离 我觉得 她反而有了更多 对她父母亲的关心 这是一个充满变动的时代 唯一不变的 是父母和孩子之间 那条隐形的纽带 不管分隔多远 始终会把它们 紧紧的连接在一起 我从新加坡来到德国 带着Tracy满满的心意 要把这两道盒送给 May和她的家人 满重的八公斤 是我行李限量的三分之一 不过如果可以看到 May和她家人脸上的笑容 那这份惊喜 就准备得非常值得了 惊喜 嗨 惊喜 嗨 我是Danny 嗨 我是Tobias 我是Tobias 我帮你 它很重 我的天 对 这是由你妈妈 这是我的惊喜 对 谢谢 来来 请来 我忍得非常患 我说你便所缓 请你带你 什么用选择 不是 tidak 我我觉得这是一个日期 一切 CFP了 来带荡物 不用猜猜 为什么你送给你 一根猜猜猜 惊猜猜猜猜 猜猜猜猜猜猜 你猜猜猜 美得 一根猜猜猜猜 你们猜猜猜猜猜 这有什么样 我贝贝 我需要 手上 好的 好 让我们先开一盒 梅儿的父母年事已高 她的两个孩子又还未接种疫苗 双方都不易做长途飞行 因此这个远道而来的包裹 对梅儿一家弥足珍贵 所以说 这给Tobi 我愿意祝福 哇 你是男人 你必须把这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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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Max 这是 Josh 我可以帮你吗 可以帮我帮你吗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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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开闪你 一二三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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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说 比较喜欢新加坡还是德国 他们也说 两个人 那是那个人 对 这个人是那个人 我在Max和George的身上 看到了李很好的教育 我觉得他们身上其实就有一种平衡 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平衡 也是远距离的两个家的一种平衡 可能你喜欢绿色 我拿橄榄和橄榄 橄榄 所以你拿橄榄 然后你把橄榄放在肌肉 好 他去年本来要带来教他们的 可是因为疫情就禁止了那个逛逛 他又知道Max很失望 他不能学 他就讲说叫俊伟教他们 然后是俊伟做的 Max做这个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加一点的橄榄 然后你把橄榄放在肌肉 就在橄榄 所以你把橄榄放在肌肉 他很轻松 对 他有很好的想法 你把橄榄放在肌肉 到目前为止 送礼和交化的过程 似乎都进行得相当顺利 但这趟旅程还有最重要的一项任务 有史之中都让我忐忑不安 你把橄榄放在肌肉 你把橄榄放在肌肉 轻松一点 你把橄榄放在肌肉 轻松一点 拉多尔夫才尔也感受不到节庆气氛 但他还是决定带我四处参观 在这里三年 耀翔一直没有机会把父母接过来玩 加上母亲患病 而今只能隔着萤幕 来认识儿子生活的地方 有机会的话 你们会想要来德国玩一玩吗 其实是很想 真的吗 你们都来过欧洲了吗 你都来过欧洲了只是 可是德国还没有吗 德国还没有机会来 德国 我们给你看一下这边周围的环境好不好 好 我给你看一下 来介绍一下这个环境 这边有一棵树 圣诞树 圣诞树有看到吗 对 是真的吗 是 是真的 我给你看一下 真的 我也是很满足的 很美 假如没有疫情 假如没有疫情的话 是 是 有机会的话 其实我觉得可以亲眼看看你 好 希望你这么一天 多多人就这样 那天我送他去机场 爸爸你要照顾好 我的身体 我爱你 他第一次跟我讲 其实我们老一代的人 是不会说出那些亲口说出的话 不过他对我 他对我说 妈 我爱你 谢谢你 今年才开始讲 从来没有讲 听得很感动 拜拜 拜拜 如果能早一点醒悟 早一点跟他们有这种亲情的话 我不知道我生活会不会改变了 但是让他们有多几年的幸福的感觉 这一点就是我遗憾的 要想现在每天都和父母通电话 报平安 他甚至很珍惜如此稀松平常的家常时光 其实三年前我飞在这里 我没有料到我能够每一天跟父母聊天 而且还不腻 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 就是不会腻 有受不完的话题 只没有看他的照片 你还可以换上 比一只手长子 有时候就是今天好吗 你早上有运动吗 你午餐吃了吗 但是有时候可以看到一下 就是知道他还是跟昨天一样 也是会感到欣慰 我觉得生病不全然是一件坏事 因为它可能变成了一种提醒 我相信Sanley的感觉应该是这样子 趁着还能够通电话 可以联络感情 可以说出自己的一些感想的时候 而妈妈也还听得到 就多说 每天都给她打电话 在新加坡媳妇陈美儿居住的德国小镇 余伯林根 也因为疫情只能低调过节 不过美儿还是很努力地 让家里热闹起来 因为这个月份 除了是夫家重视的圣诞节 也是她的生日 这已经是她第三年没有在父母身边庆生了 今天是你的生日啊 对啊 正日啊 正日啊 谢谢你 后知后觉 你生日你不会想要吃你自己喜欢吃的食物吗 没有什么的欲望 因为我每天都在煮嘛 所以今天 所以今天 美儿口中的拉克莱特奶酪 又称烧烤瓜起司 是欧洲人入冬时爱吃的一道传统菜肴 和往常一样谈笑风生的美儿 虽然没说 但我知道生日这一天她一定特别想家 对 你会希望你的父母亲跟你一起庆祝生日吗 我当然希望 可是 他们不大喜欢冬天吧 太冷了 对 所以以后孩子大的时候 比较大了 我可以自己飞回去 跟他们一起庆祝生日 我买了这些 每一次当美一提到家人的时候 我就看到她的眼睛就稍微溜到一边 她的脑筋也飘得很远很远 所以我觉得她 不需要说出来 她一直都是想家的 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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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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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umni 吃饭 吃饭 你放下 或者盐 做的 蒸欧 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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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每天吃饭吃饭 你可以问哪里吃饭吃饭 哪里吃饭吃饭吃饭 从你的耳朵? 从你的眼睛? 是的 耳朵 耳朵 从我的耳朵 所以我们吃饭吃饭只有1%的时间 或者少了 靠 不,我们每天吃饭吃饭吃饭 哦,OK 这些是比较少 不太常 因为我们吃饭吃饭 我记得MeshoTobias就是他最要好的朋友 是他的知己 他们的互动 有的时候我会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他们两个互相调侃 或者是他们完全不介意 很坦然地就可以在万人面前 表现出他们的亲密 我觉得这种亲密 必定是多年下来 才能够培养得到的 好 你认为Mes Singapore和她的父母 当然 从这里到月 到月 或者怎么说 哇 当然 很多 因为我住了十年在Singapore 我互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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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 但是 它应该是一个好选择 返回 Germany 对一个人的选择是一个好选择 对一个人的选择 对一个人的选择 所以 但是我给你 是好选择 对一个好选择 然后不然 先不到下 我的天啊 谢谢 谢谢 谢谢你 我特地学德语的 谢谢你 谢谢 我的天啊 什么好惊喜 好 祝祝 我祝祝疫苗会出现 ASAP 我还没能达出来 让大家保持健康 幸运给大家 家庭都保持幸运 是的 保持幸运 谢谢 谢谢 这一趟千里迢迢地 从新加坡来到德国 有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一直让我牵肠挂斗 那就是通过投影机 为梅和她的家人 完成一副隔空的全家福 我很期待这次的完成品 然后你拉它 一点点向右边 所以你不够折到右边 是的 很好 是的 那 bluff 好 绽线 修叭 放拇指向大家 好 讓我向大家暂标 最后 然后我们来看看 那个女孩 好吗 哇 再见 Josh 三 二 一 一 然后仍然 今天拍的那个全家福对我意义很大 因为偶尔我喜欢看我的全家福 就只要记得我和我的家庭 因为我们这么约 我没看到他们 我没碰到他们 我还是希望我可以动我的父母 拥抱他们 我们不是很严重的 咬咬咬 但我认为接下来我会给他们 大咬咬 有的时候 心里面的那种爱意 其实不是不懂得表达 而是我们太害羞 不够直接 可是我从Sanny跟Made身上也看到 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这次我觉得我很深刻的一个感觉就是 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 有的时候有些东西反而会看不到 当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才会更想要去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我不在我的亲人身边 但是亲人永远都在我的心里面 一直在我心里 当我们不在一起 我特别想念你 你们两个都动到那个脸很漂亮 动会脸漂亮的吗 很红润 是那个电话的练习不好 它变得比较艰难 当咬咬都黑 很难用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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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